科普 新冠变异毒在变异德尔塔加有多厉害 新华社伦敦10月25日电进几个月来 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亚变异株 A.4.2感染病例在多国出现 这种被不少媒体称为德尔塔加的毒株 到底有多厉害 是否已成为大流行以来传播能力最强的毒株 不过 研究人员指出 这么称呼它容易造成混淆 因为德尔塔加早就另有其毒 与也有德尔塔毒株相比 A.4.2感染人类细胞时 所携带的次突蛋白中有两种典型突变 分别是Y145H和ARRV 当时 这两种突变并没有表现出特别之处 科研人员也没有将它们列入受关注的变异 不过 英国卫生安全局指出 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小的变化可能足以导致病毒特性的差异 英国卫生安全局日前表示 目前 该局正在密切监测 A.4.2亚变异株的传播情况 并通过实验室和流行病学研究 来更好地理解其特性 数据显示 英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但研究人员指出 德尔塔毒株目前仍是英国主要流行的毒株 不能将英国单日新增病例数 持续维持高位归咎于A.4.2亚变异株 从传播出西阶段的数据来看 A.4.2亚变异株与阿尔法毒株 和原有德尔塔毒株的成长速度 不可同日而语 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迹象表明 这种亚变异株会导致更多重症病例 或降低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以上括异株